哈哈哈哈 他们都绕着走 对呀就往里冲一下 你不要坑我 有点画面 现在是 安德尔模式 T4S开 ABS开 前后胎压 2.4的2.6 哗哗 这风弹怎么调 放手放手 哦就这样 那骑的过程自己也可以 玩到ABS到底怎么样 可以 说实话 随便踩 公路啊公路随便踩 烂路你试过 哈哈哈 公路你压弯 我跟你讲 你磨到大城的情况下 一把把后刹踩死了 没事 单前轮单后轮前后一起都试了 三个模式嘛 雨天公路运动 长岸 然后长岸是ENDO ENDO 你这个坐高多少 835还815 我不知道 你腿这么长 对呀 你这个身材比例好 身高有1米76吗 没有174 174全脚长吗 不是全 前 双前 基本上70% 差不多 差不多 就脚后跟 碰不到 脚后跟碰不到 对 就可以有这么牛的 落脚 那对不对 那对跟腿长有关系啊 刚才说到这个键 这应该是个定速循环的键 然后感觉 设置的位置挺好 现在是ENJURE模式 也就是说前轮ABS 它是关闭状态 为了更好的适应飞扶转路面 站立骑行非常稳 现在三档 900级别的这样一个动力 而且我现在还是一个公路胎 坐姿也还可以挺直立的 好 进入小河汤 一冲一冲的 这个动力的输出是 头段是特别的给力 那么这台引擎的调教 很显然也是把低扭 特别做了强调 然后站立的骑姿 这是很自然 手把的高度和开度 至少我的身高 是挺适宜的 后面的视角也可以看到 你看它轻 就是迅速的一把给油 然后收油的时候 它会稍稍有一点 发动机自动的那种阻力 这种路对它来说是太轻松了 还不是越野胎 它的整个车架 悬挂 其实三角的设定就决定了 它是一个 比较容易去做出 在飞扑砖路面上面做出动作 做出很好的一个操控反馈的 策划 按照中国人的 体能和操控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 大排量ADV 最怕的就是那种沉重感 但是无疾 这款900是做的不错的 不像是一台 这个级别的车 比有些500 还要轻盈 最实话是说 这是很好的一个设定 接下来就看价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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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